没有割夜的愁 有人问我说 法师 你回到演艺界最大的希望 做什么节目 第一 我当然希望做谈话性的节目 第二 我希望做一个综艺节目 当然 我的搭档是谁呢 当然是你张飞啊 跑不掉的 哈哈哈哈 飞哥 飞哥他不出来 真的很多制作单位就要出来 来啊要和好一幕和好啊 好不好 其实我们 我跟他主持是太棒了 你看现在谁不 那个吴宗憲 跟他女儿是不是啊 吴瓜跟他女儿 去哪里跟他女儿 飞哥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主持 同台主持节目呢 我给你张手了 哈哈哈哈 好 如果算起账来 过去现在 你给我的 我给你的 咱们都遵耍 哎 重新再开始 重新洗牌 好不好 过一个21世纪快乐的人生 我还是爱你们呢 哈哈哈哈 又想说跟他主持什么样子类型 当然是综艺节目 嗯 或者是谈话性的也可以啊 嗯 不过呢 飞哥他真的很重视这个户外活动 哎呀 反正这个人世间嘛 游戏人间的 也不用这么认真嘛 嗯 这种快撞节目一个 一个 一个礼拜才一次嘛 他懒得开会 我来呀 我不怕苦啊 我从回这个荧光幕啊 又回到我过去的磁场 我真的很快乐啊 你们不觉得吗 你们可不可以感染到我 我哪有紧张啊 很快乐 这个这个是我从前我开创的天地嘛 那我让给他们 那他们现在要退休了 那飞哥呢 他明明他明明有讲他要退休嘛 他还是喜欢 他现在玩飞机哦 常常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外面就玩那个什么 好像那个遥控飞机啊 那也很刺激啊 一个礼拜播一次啊 我们一块可以主持节目 那对于这个节目的名称 目前师傅有想法吗 两张王牌 为何不可 对不对 两张王牌 他也姓张我也姓张啊 对不对 本来是想王不见王 哎呀 这个没有这回事啊 对不对 请飞哥出来一块跟我主持 两张王牌 保证收拾冠军啊 相信我 制作单位啊 真的啊 你们会演打打算盘看看 他比较贵啊 没关系我少拿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要钱也可以啊 没有 只要是他高兴就好 好我们飞哥啊 其实啊 他说那样的话 因为他 他不喜欢我玩的这么大 我又玩钻石又干嘛 他意思是人生平静点啊 干嘛贪啊 对 所以呢 我你刚刚说什么 我想跟众生说什么 我要跟众生说一句话 好 你看 罗碧琳也是我的好朋友 死了 诸葛亮也往生了 赫一行也是我的搭档 好 还有这两天那个可爱的小鬼啊 真的吗 看得很难过 所以这个年头啊 要比什么 比钱吗 哎呦 比明吗 都不是 看谁活得久 那才厉害 是不是 所以我劝大家要多运动 那明年我就17岁了 我凭什么叫17呢 我运动啊 不运动 活着就要动 是不是啊各位 OK 好 飞哥 两张王牌等你啊 哈哈哈